標成年禮重機 18歲少年自撞不治 這台180cc重型機車的成年禮 竟然葬送一條18歲的年輕生命 昨天清晨5點多 新北市板橋花江橋 發生一起機車自撞死亡車禍 死者王勝然上個月剛滿18歲 當天就考到駕照 媽媽送他市價10萬元的重型機車 少年長騎車和朋友出遊 他昨天車夜和李姓朋友打籃球 吃完早餐後要回家 疑似起步前相約 看看誰先起過滑江橋 之後加速過彎時卻自撞摔車 當場血流如注 朋友跟上發現報警 但送一後不治 警方到場處理 竟然也被後方機車追撞 幸好沒有大礙 死者朋友則說沒看到撞擊時情況 不能說到不勝手 可是撞擊手 你怎麼看不到幾 你腳挖 你腳要飄過你啊 沒有 他在擔心中被撞走了 不見了 我原本有看到在彈在下面 看到的時候我就差不多知道 被撞走了 就是不見了 因為他掉在腳踏車上 警方將調閱監視器 查明是否有其他外力造成 在吉特島的設計 寬度不大 所以比較封閉型的 保持著安全的間隔跟距離的話 你才有充分的時間來做一個反應的動作 眾新聞台北報導 秒 詞文字幕作 prod 初音樂 我們 sta在一起 我們會有機會 有機會 不是 我們會不會 他們